云中墓笛原本已不怀疑顾飞身份了,但顾飞和喜小天的突然离去,实在蹊跷。 再加上顾飞,我不喜欢你的名字,如此忽悠的理由让他情不自禁地一心四起。 这一天一夜,为了这事儿,行会上上下下都是吃尽了苦头,此时又被如此忽悠了一把,云中墓笛怎能不怒。 当即发动全行会,要对二人进行追杀。 行会成员纷纷关切地询问,被骗损失是多少时,云中墓笛倒是没太好意思说话。 一百金币的数目是不算少,但也不至于要动用几百人这样大张旗鼓。 云中墓笛对于损失这点钱的遗憾尚在其次,关键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呀。 在你万念俱灰之际,有人点燃了你的希望,并让你将期望完全托付于此,但最终发现这全是一场骗局。 没有几人会简单地一笑而过的。 正准备好生鼓舞一番士气发动云墓行会成立以来最有规模的一场追杀时,顾飞突然从人群里钻出。 让云中墓笛一下子又陷入了茫然的境地。 这人是谁呀? 云墓的人都在窃窃私语,果然根本就没什么人可以认出顾飞。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云中墓笛茫然道。 是误会,先让大伙散了吧。 顾飞说着,转身朝云墓的人挥手。 散了吧,大家散了吧。 居然真有脑袋一根筋的家伙,听人说散了就想走,云中墓笛连忙出上阻拦,等等。 顾飞很无辜地回头望向云中墓笛。 给个说法。 云中墓笛说。 习小天儿,没有骗你,我的确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 顾飞说。 重生自惊的? 云中墓笛问。 顾飞点头,你怎么证明? 云中墓笛问。 顾飞苦恼。 曾几何时,顾飞因为一个大老爷们儿混迹于一个纯女生的行会而感到羞愧。 千方百计不想让人知道。 哪知会有今日,她竟要想办法向人证明她是这女生行会的一员。 看顾飞一时没说话,云墓行会以云中墓笛为首,握兵器的手都抬起来了。 看来,不弄点证据出来,实在不足以凭重怒。 顾飞明辞苦想,看人他拿手,这种场面可没经历过呀。 云中墓笛冷哼里声。 想冒充行会成员可没那么简单,你有行会的徽章吗? 顾飞又一次,回不该当初了。 行会徽章是一种特殊物品,就是用来证明某个玩家行会身份的存在。 拥有某行会的行会徽章,即可百分之百肯定此人是该行会成员。 当初洛洛曾经交给过他一次,顾飞却以他不久就要离开婉言谢绝了,之后也没人提过这事。 所以顾飞成了这游戏中唯一一个没有行会徽章的行会玩家。 与此同时,他也不巧地成了第一个需要被人要求出示行会徽章,证明行会身份的玩家。 那个,呃,我没带。 顾飞说,虚声一片,行会徽章被称为特殊物品,自然有其特殊性。 这玩意放在口袋,会独立成格,不占原有空间,戴上身上,也不占装备篮,拿在手上,也不增加负重。 这种东西,有什么理由不戴在身上,而放在别处啊? 弓箭手搭好了剑,法师的法杖举过了头,战士们的利剑寒光闪耀盗贼的身影纷纷开始消失。 顾飞连忙疾呼,别慌别慌,我还有别的方法证明。 别的方法? 你把我们全杀光好了,云中目的冷笑。 于是顾飞很认真地审视了一下当前局势。 云木行会在攻守八场外,已经聚集了百人之多,对顾飞形成合围之势。 情形和当日,他孤身飞入对酒当歌阵营后的情形有些相似,只是那天他是以出其不意飞入对方阵中,突然性可比顺移。 这才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而此时云木行会的人已是全神戒备,狭小的空间里顾飞躲不开法师的范围法术,更没可能在不断被打断的情况下释放出法术。 此时此刻望着云木阵容后面的大片空地,顾飞对传说中的瞬移更加向往了,难度太大了点,能不能降低点标准?留个二三十人让我试试啊。 顾飞一说,云木的人都是一争,杀光我们一说,显然只是云中目的随口一提,想不到顾飞竟然当了真。 虽然职称杀不光全部,但如果真能挑战二三十人,那也绝对是极其变态了。 云中目的正愁躲,顾飞的眼睛忽然又一亮,兴奋地道,要不这样,和你们全部打, 但大家都不要用技能,这怎么样? 所有人眼珠都快掉下来了,不用技能的话,战斗力的确是会被大幅度削弱,但眼前这人可是法师,法师不用技能,战斗力不就是零吗? 这种情况下他想挑战百人,这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云中目的恶然地望着顾飞,细细想了半天,心中有了计较。 朝顾飞微微一笑道,这道有趣,好吧,就和你玩玩。 好,太好了。 顾飞激动地直搓手啊,云中目的手中大剑一扬,对行会成员道。 大家听好了,任何技能都不许用了,只用普通攻击。 众人一边骇然,一边点着头。 随后,云中目的又暗中发布了一条消息,这家伙移动速度是极快的,如果他是想趁乱靠速度逃走,立刻发动技能挂了他。 云中目的这话一说,当日参加过拥兵战的,立刻回味起这个法师,是怎么把他们的大队人马风骚地甩到身后的,纷纷称赞会长料敌先机。 此人生出这个鬼主意,必然是想趁乱,靠速度,逃离包围。 云中目的听大家都这么说,顿时对自己的判断更有自信,又着令几个盗贼前行到圈子外围,一旦对方真的意外逃出,就地拦截。 如此又对顾飞,如果突然用了技能怎么办,突然想逃下安全区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妥善布置。 总之在云木行会所有人的心目中,顾飞必然是要耍赖的,否则一个法师怎么和百人相抗。 云木会长,可以开始了没有啊? 顾飞问,云中目的回味了一下布置,觉得顾飞肯定是插翅南飞。 当即点了点头,可以开始了。 好,顾飞应了声,左手拔剑,右手拔刀,连退竖步,靠到了安全区的墙根下。 一上来不禁反退,这样子不像是要逃跑啊,而且拿两个武器,这是要搞什么呀? 云木行会上下都是一争,但面对不用技能的法师,一百多人怎么会感到惧怕? 不等云中目的发令,四个战士越重冲出,朝顾飞扑了过去。 不用技能的情况下,暴力战士是平行世界里攻击最高的职业,四个人,四把剑,齐头堕下,想一回合就把顾飞消灭。 但以顾飞的身手和速度,不用技能的战士是他最不怕的对手了,唯一要顾虑的也就是战士盔甲的防御。 因此顾飞特意把颜值心理拿在了右手,就是怕遇到这种高物防的职业。 四人四剑,顾飞轻通闪过,右手一地,一招一十二鸟,已经飙出。 这几刀法一刀分斩两敌,顾飞在三十八级时就已经可以完美施展。 此时,两名战士看都没看清,胸前已经中刀,刀没什么伤害, 但扑扑燃起的两道火焰,还是让二人略有变色。 还没回味过来,刀光已经又一次闪到眼前。 两名战士此时还处在刚才砍出一剑后的收剑状态。 顾飞出手之快,让二人大为亥然,结局自然又是中刀。 带得两人收回剑时顾飞的第三刀已至,两个战士居然还打了个小配合。 一人挥剑去挡顾飞的刀,另一人挥剑继续斩下。 不想顾飞左手一扬,暗夜流光剑搭在了对方劈下的剑上。 顾飞力有不及,被对方拒剑压下,战士心中正习, 却听到咣当一声响,自己这剑批到了同伴的防守顾飞的那一剑上。 颜知洗礼趁续飘入,又在两人身上各放了一把火。 另两位战士此时也再度攻上,顾飞不慌不忙,从容和四人周旋。 右手颜知洗礼主攻,左手暗夜流光剑主防,虽然副手的武器仅有一丁点防御判定的功能, 但顾飞用上借力打力的手法,倒也出色完成了防守任务。 四个战士砍下的剑,只要一被顾飞的剑搭上,不自觉地就砍到了另一个方向去了。 颜知洗礼,复法攻击不断,烧起血来也是极快,转眼一个战士生命剑底,火光一闪后,消失了。 顾飞一争,略感几分遗憾,对于下三人说,血红了喊一声,退下去吧。 调急怪可惜了,三人听了,又怒又怕,嗷嗷吼叫着,表示自己坚决不会后退。 外围的云末行会,此时也终于发现了顾飞身手不凡,数人开始冲出人群,参与围剿顾飞的行动。 而顾飞身后就是强,只要应付身前180度范围,挤人即可。 云末行会空有百人之多,实际上可以近身围攻的不到区区几人。 顾飞从容不迫轻松应对,转眼又有两人倒下,顾飞再次发出血红了就喊一声退下的提示后, 云末上上下下都隐隐有些觉得,如果一直继续这个局面,搞不好真要成全一场百人斩了。